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台股今天應該是這一波沙盤的過程 最恐慌的一次 那指數的部分 盤中最多是跌695點 ODC更慘 加油指數最多是跌超過6% 那目前稍微收斂 ODC盤中一度跌了超過8% 幾乎整個ODC指數快要跌停板 目前稍微收斂到7.7% 有拉一點上來 但是跌的還是很多 那 就佳穎指數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一舉灌破的十年線 那假設我們用月線來看的話 十年線就是120個月 然後它的位置呢 是落在9104點 我們就算9100點 那今天是一舉灌破的十年線 而且跌破十年線 大概接近有500多點 所以今天的台股是創下 應該史上最大的跌幅吧 然後呢 灌破十年線一舉 超過了500多點 所以這個短線的恐慌 我認為差不多就是 已經逼近最高點 逼近最高點 當然為什麼會這樣跌 我說有三個因素 在我今天的盤中解盤 其實我都有條例是解釋得非常清楚 第一 美國就天天在熔斷 不是往上熔斷就往下熔斷 而且最近往下熔斷的次數比較多 所以昨天又跌了1000多點 中場又跌了1338點 然後呢 這一波首度跌破2萬 把川普三年多以來上任的 所有的漲幅 就在這一個月之內全部都脫回去 所以美國股市不好 當然雅股今天也全殺 上海也殺 韓國更慘 跌了超過9% 真的是下跌無極限 日本跌了183相對好 恆生指數也跌了接近1000點 所以台股跌的最多是695點 第一個因素就是美國又跌 第二個就是台灣昨天新增病例高達23例 其中有21例是從國外回來的 有外國人大部分是本國人出國王回來的 另外有兩例比較追蹤不出它的感染源 比較像是社區感染 病例一下子暴增到100例 所以大家就緊張了 所以今天新聞也說一些賣場 好像大家都在搶東西 所以那恐慌的氣氛 這造成台股今天跌695點的主要的因素之二 第三就是新增病例之中 有一例是台積電的員工 當然台積電他們做好非常好的管控 跟上班人員的分流 所以公司是表示對於影響上不構成影響 但台積電畢竟今天股價好像最多的跌大概超過7% 那目前還有跌大概4-5%左右 所以對於指數還是有殺傷力 所以三大利空同時引爆 加上亞股又跌半天 那韓股是跌了超過9% 每天都跟跳水一樣 所以就造成了台股的部分今天是再度的破底 來到8523點的這一波段的最低點 那到底行情要怎麼看 我們就要回到我們剛剛說的十年線 以十年線為一個支撐指標 從民國75年這是月線 那這一條是十年線 民國75年以來 每一次的大漲回檔大漲回檔大漲回檔 大漲回檔大漲回檔大漲回檔 大致都是來到十年線 點到或者跌破 它的時間都不會太長 然後呢 都出現一輪非常強力的反彈 一直到民國89年 這個就是2000年的網路泡沫 在這一段時間呢 它是比較長時間跌破十年線之後呢 大概有長達89年 99、192 比較長時間都維持在十年線之下 93年到94年大概也在十年線之下 但是這個幅度不大 大概就是三四年的時間 是唯一大概在十年線以下整理時間比較久的 那三四個年度 之後呢 穿破十年線又出現一個強力的反彈 然後在98年金融海嘯 再來一次之後呢 下去又上來 之後呢又是一樣 就是以十年線為一個支撐 每逢十年線就會出現一個強力的反彈 每逢十年線跌破十年線很有限 然後一路的漲到這一波的一萬兩千多點 所以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說 十年線其實它對於台股的支撐率到 確實是很強的 好 結果這一次呢 因為疫情短短一個月 從一萬一千多點殺到八千五百點灌破十年線 就跟之前一樣 那疫情是非典型的經濟面的干擾 它並不在於本身的經濟的因素 它是疫情造成人們可能不能出門 然後生產跟需求整個突然間中斷 這種是非典型的因素 所以當世界各國可能未來這三四個月 可能停止通行鎖國或者停工停止上課 在這三個月到一個最高峰的過程 這三個月的一個經濟可能會是一個斷來式的下跌 所以股市已經先反應了 但一旦復工 比如說疫情都控制完了過去之後 昨天我看到一個新聞很好玩 就上海之前就大家都不能出門 所以就很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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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觀察一下就是說 武漢湖北 在昨天還是今天的新增病例 竟然是零個 零個 比他們預期提早兩天進入零新增病例 就是說大陸的疫情它已經整個控制下來 所以之前上海大家都不能出門 結果好不容易可以出門了 大家都在上街報復性的消費 所以說那個珍奶賣到翻 所以前面大家太壓抑 後面全面都出來花錢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寫照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全球經濟在這邊按了一個暫停鍵 那等到暫停三個月之後 每比到第三季陸續恢復正常 那個消費力道的報復性的反彈 那是可以預見的 那是可以預見的 所以這種所謂的非典型的基本面的 對於經濟的干擾對於行情的干擾 我認為那是一時的 所以我不認為它會跟89年到92、93年一樣 就是說跌破十年限之後 在十年限之下整理個三、四年的時間 我認為現階段沒有這個環境 不會那麼悲觀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就是說 聯準會一口氣在幾個禮拜之內 降息的6%是1.5% 世界各國央行全部都跟進 降息還不夠降到0率不夠 在QE印鈔票5000億、7000億、5000億美金的 不斷地印 丟到市場裡面 只差沒有直接在股市裡面買股票 所以這種流動性太過氾濫的過程 未來它終究會回頭支撐股價 所以結論就是說 從過去的距離經驗扣掉2000年的網路泡沫這一段 在十年限整理時間比較久 其他的時間都是點到十年限就上 十年限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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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金融海嘯有跌得比較深 但終究還是漲回來了 這一次流動性史上最犯難的一次 當然疫情來得又快又急又凶又猛 這是事實大家要小心 台灣病率畢竟增加了 減少外出、減少在外用餐 把大家的身體顧好、把小朋友顧好 大家一定要一起度過這段時間 但金融市場 我認為十年限是一個強力的支撐 而且下午 國安基金總算要開會 我也不懂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預設一個 就是下午5點才要開會 昨天美股就已經熔斷了 然後今天早盤台股就已經跌得快到700點了 還是堅持下午5點才要開會 反正他們就照基金行程 我想台灣公務員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比較死板一點 美國倒是蠻靈活的 聯準會還沒開會之前 就已經連假兩次洗了 但國安基金就堅持下午5點才要開會 但OK反正就是要開 從歷史經驗就是說 每次國安基金進場的時間點都在跌破十年限之後 所以今天不只跌破 時間限在9100 現金跌到8500多點 跌超過了500點 我認為大概已經完全符合國安基金進場的一個條件 所以可預見的 下午開會 晚上的結論 應該就準備要進場 但你也不要認為就是說 國安基金進場買個一兩千億 台股就變成反轉 那不可能 但終究它是一個穩定信心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措施 因為台股其實現階段沒有流動性的問題 不需要國安基金來提供流動性 到目前為止 台股今天採用量是2464億 我錄影的時間是1點的04分 預估的採用量應該有2800億 所以台股這一波在下跌的過程 採用量一直維持2000多億 它一直都沒有流動性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我對於後續 如果行情直穩開始做反彈的時候 我的看法是相對樂觀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為如果大家都是悲觀的 今天台股是無量下跌 那很抱歉你真的看不到底部 可是每打一根200點300點400點500點600點的跌勢的時候 成交量都是2000多億 那你去思考就說 那有人賣2000億 那是誰買走2000億 怎麼每天都有這麼大的成交量 我常常在低檔做一個換手跟接手 如果大家真的說同步都是悲觀的話 今天跌下去應該是無量下跌 無量下跌 無量下跌 以前郭萬榮 所以要收正所稅 台股是無量跌停板 一二十根 那個是真的沒有買盤 但這一波台股下跌的過程 幾乎都是2000多億 2000多億 所以在下來的過程有一個充分的換手 疫情的恐慌 終將會有停下來的那一天 而且它有可能來得非常的快 因為轉折往往都在最痛苦的時候 它會誕生 行情總在絕望中 它就會出現新的行情 所以你越恐慌 越痛苦 覺得跌到快要失去人生意義 感覺上所有股票都在跳樓大拍賣的時候 它極有可能在明天突然間 那個形勢就逆轉了 過去太多經驗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今天跌破了十年限 而且國安基金準備大概明天就要進場 從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 這一邊即便不是短線的絕對的低點 但是在多重利空同時轟炸 讓台股一口氣灌破十年限 多跌了五百多點的過程 極有可能這一邊就是相對的低檔區 那個轉折快要浮現 所以話說回來 還是我說什麼 堅持只買精明股 今天市場上大概九成的人 有十股全部都是討勞 但不一樣的是 如果你今天買的是精明股 即便在這一段時間 股票跌了兩成三成四成 沒有比更多 但如果你買的是精明股 它的盈利率是很強的 它的毛利率是非常厲害的 或者它是全球的獨家 或者支站率最高 到最強的那個溢價能力定價能力 它在大家都不好的過程 二月份營收不會太差 三月份營收可能持續的成長 或者甚至歷史創高 到最後當恐慌結束 市場開始尋求一段的反彈 那maybe指數比如說反彈個10%15% 強勢的股票可能漲個兩三倍 三成四成五成 甚至更多 我那是看得到的 但重點是你要買對股票 現在重點是 你有沒有套對股票 你有沒有買對股票 如果你今天套牢的股票 買的股票都是正確的 你現在可以等待 恐慌結束之後 它會還給你一個公道 那如果說你現在有現金 那更好 哪一次不是在最恐慌 最危急的過程下去買 我不敢說明天你就賺 但maybe下個月 或者一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 你極有可能現在買的好股票 全部都會大賺 所以如果說 我講一個簡單的結論 如果說現在是 下去買好股票的時間點 那反過來講 現在好股票 你絕對不是賣的時候 所以這兩天陸續有好多人問我 好多股票 如果基本面很弱勢 乏善可乘的 我的看法都很簡單 那就是賣 要嘛你賣你變現 要嘛你換股 你留著大盤不好的過程 它只是繼續跌 大盤反彈它都不見得會反彈 所以數字還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你要買對金平股 但反過來如果說今天 人家問我的事 如果我手上的股票是 比如說像昌和這種股票 我們這一波買1900賣在 平均賣在332 是大賺142大賺75% 1000萬變成1750萬 大概是台股12月份最強勢 最厲害的績小 然後呢 今天已經從332跌到220塊半 這一波最高點是348塊半 回檔已經高達128元 那如果你今天 套牢的是這種股票 那我認為你不用怕 因為如果高檔你沒跟我出 那你就來不及了嘛 回頭再去後悔說 三個禮拜前跟蔡老師出一趟 那有多漂亮 那又不及了 但至少你還可以感到高興的是 他有最強的基本面 因為他太陽能的PI網板 是全球獨家的專利 到目前這個市場上 全球沒有競爭者 兩年之內沒有挑戰者跟不上來 因為他是專利權 那太陽能相關的業者 他的需求不來自於消費性的產品 所以民眾他不能出門 他可能失去工作但影響消費 對太陽能供應鏈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除非連工人都不能上班 沒有辦法去裝置太陽能的發電 但我認為這是有限 所以整個太陽能的一個供應鏈 它不受消費性市場的影響 所以這個疫情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衝擊 大陸二月復工差不多了 三月份回歸正軌 又新增了10%的產品 然後它又是全球獨家的專利 兩年之內沒有追趕者 單月份的獲利都已經高達1塊6 當然二月份沒有 三月份如果回歸到營收的常態 又回到營收的高點 這是一檔一個月要賺5塊錢 今年要賺超過20塊錢的工資 結果現在股價從332塊的時候 如果今年賺到20本因比是大概16倍 說實在我那時候我都還嫌 本因比還算低估 結果現在又回到220又回到 我們當初的買點附近真的沒有差多少了 1900買現在是220 本因比剩下多少 剩下10倍11倍 所以這種股票 大盤是屍心瘋的亂殺 他跟著殺跌停 那也非戰之罪 但終究大盤會有殺完的那一天 殺完那一天之後誰會像 蒼和一樣之前從182一路狂奔到348塊半 我跟妳講就還是常合 因為他強勢的理由因素完全沒有消失 並且不受疫情的影響 所以回來我要說的是堅持持賣金民股 當行年好的時候你可以賺非常的多 行年不好的過程 你會很清楚知道說自己的股票是有本質的 跌下來他常常比較抗跌 而且重點是反彈過程他會比別人快 所以你有股票的 有很多的手中套牢股票 你就要好好做一些調整 弱勢的直接砍掉或者是換 一樣是跌下來的蒼和四星這種強勢股票 你現在換過去可能 怎麼明天都還在跌 那是因為還在跌 當市長跌完之後 誰會長得比較兇 到時候你就可以感受出來 我在跟你講什麼 以前都這樣講 最後每次都驗證 我相信這次也不用 所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都歡迎你在 鄭老師的LINE的官方帳號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者你有現金的你都可以留電話 看怎麼換股或者要買什麼股票的時候 你可以讓我通知得到你 那台股我認為轉折差不多了 最恐慌的低點應該就在這附近 Maybe差個一兩百點兩三百點 那很難說 但我認為差不多就在這個時間點 當開始反共的過程 我幫你選擇金明股 未來一定會是最強的 所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給我 等會我們再聊小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台股今天盤中最多跌695點 目前錄影時間1點的14分 還跌547點 有拉了大概150點上來 但今天畢竟還是灌破了10年線 創下了8523點的波段的新的低點 就跌幅來說 今天可能是台股的史上最大的一次的跌幅 這代表恐慌的情緒已經蔓延到最高點 融資已經快要殺破1000億 也因為到了最後極度恐慌的階段 轉折通常也在這個最痛苦的階段 它maybe很快它就會出現 maybe很快它就會出現 所以現在你真的要好好看清楚你的事故 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如果你買的是對的金明股 這邊絕對不是你殺股票的時候 但如果說你的股票是乏善可責 基本面很差 EPS很少 但當初股價漲了很多的 那種股價是腰斬在腰斬都有可能 所以該出的要出 該變現的要變現 該換股的要換股 可以留的你要留著 你不曉得該怎麼辦的 你可以來找鄭老師 我可以幫你做一個持股的一個整體的檢視 來幫你做一個比較合適的調整 當然調整完之後不是說明天就一反風順 然後就V型反轉 能不能V型反轉要看大環境 但我會盡我所能的 把你的持股調整到一個最佳狀態 等到市場穩定下來之後 我相信它會有一個更強的反彈力道 要賺以後賺得比原快 所以調整是必要的 比如說四星的部分 極短時間從246殺到148 一下子100塊就不見了 結果人家2月份營收是月增26% 重點是三月份我推估還要成長 大概超過兩成 應該有6億的營收水準 不會新高但是應該是歷史的次高 因為它是大陸的官方的處理器的標案 是不說疫情影響的 台電的產能也到位了 完全支援 三月份成長力道會更強 所以你要想就是說 當股票殺成這個樣子的過程 殺完之後誰要漲 那些錢往哪邊去要買什麼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很簡單就是說誰的營收強 誰未來就會飆 所以另外還有兩檔 V轉的精明股 一檔三元營收會大增6成 一檔二大增150% 這兩檔股票昨天漲停 今天也拉回 但是我認為再來都會大漲 任何支付問題 可以上網留言給鄭老師 祝大家超順利 明天再見